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旗权报局》,Marco和大家说 今周的视频总结和旗权策略 今天的施码很厉害 香港的施码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 你不得不一定要看美国幅图 市面上新闻讲得最多的陶级指数 虽然我看纳斯达克指数和S&P 如果不是看美股的人,通常都是看新闻的陶级指数 我用陶级指数图给大家看 2月12日见顶时29,500几点 沉马克美股收市是25,752点 你会见到你基本上是由去年第四季开始的升幅 基本上差不多是抹杀了 而我自己来说基本上是在印象中 我自己在上年的10月左右 不停叫人买美股 和买美国的期货 和买美国的看好的杠杆两倍的产品 直到我印象中上个星期左右 我自己还是看美股的 很老实的那句 那时候有货 我之前印象中跟美股的掌杀节目 我都跟他说 有货,推子赚 没有货,看色录 找位留底 先说有货 你拿美国期货也好 买美国的杠杆 正向两倍也好 你所谓推子赚的时候 你没理由 想到现在这样 你都没推子赚到 没可能的一件事 通常那些省户 这个心态一定要改的情况 就是说 我不理你赢钱或输钱也好 你一定要设置一个指赚位 或者指洩位 跌穿了的位一定会走的了 你一定要做这件事 要不然你看到美股的事 突然想到那么厉害 你一定会走不了 OK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说是骂 找位骂 我记得跟美股的掌杀节目的时候 也说过 简单来说 你不会把刀放下来 你无端端走去摘 你起码挖上去 出现洋竹收市 才会上去 起码先 但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具体释怒 我和美股队长做节目 又说过一下 和大家说 任务版的话 但anyway 以现在这样的事 美股来说 你见他日日大阴竹 不停堆下来 连稍微站顶的迹象都没有 你想挖 根本上是挖不了 那你挖不了 不觉不觉 哇 基本上就是 由上年第四季开始的升幅 基本上就没有了 那麽 所以美股的事 一定是坏的了 美股为什么想想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为那个疫情 现在是确盛到 就是你中国好像有些少少是 叫做控制住的迹象 但是最大事是 它确盛到全世界 市场担心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 而美股本身是已经是估值高 一有些焦味 闻到 触发到那个叫做 平仓盆的情况下 一嵌起来就可以很害怕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想想 美股之前才这么厉害 它不断夹上去 不断夹上去 就算刚刚 中国出疫情的消息 那些人觉得不关美国事 它继续夹上去 但是 当它的消息开始 看到是 确盛在日本 和 最重要是南韩 和意大利 喂 澳洲很多事 开始 美国就开始害怕了 就见到 那些人明明在赢上去 那些平仓盆就开始出现了 那平仓盆就开始出现了 那平仓盆就开始出现了 一是不平 一平的话 因为那些人在赚钱 那些人当然是想 喂 不对劳 真的 看定些 A军平 B军跟着平 C军跟着平 接着就 引起一个叫做恐慌性抛适的情况 就令到美股想得很厉害 那昨天就 昨天就 昨天好像说 美国它自己本土都出现了一些本地感染的个案 那令到美股又想得那么厉害 说真的 真是很难得预见的 这类似的 好像昨天美股那样 对了一千二点 真是挺夸张的 那通常 如果你做trade 你真的要分清楚自己是求资 还是求基 你如果是 没有时间看即时 完全没有时间看即时 你基本上 你不要玩这些这样的事 太快 太快 你是很耐心忍耐一些比较价值少少的位置 想着是 买完之后 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管 银去几个月 一年两年 都没问题 那时候 你见到一些这样的时机 觉得吸引 你才能入市 那美股想得那么厉害 那A股 本身 就有阿爷拖着市 但是 美股想得了一千二点 想得那么厉害 A股也不得不 拖累了 跌下来 是不那么漂亮的 那说真的 A股的市 由它过了农 它农历新年的价值延长了 因为是延长的关系 由它过了农历新年之后 伏市开始 一直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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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 夹那么久 你看一幅图也见到的了 始终总会有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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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 所以,A股升到差不多,略為有些調整,很正常 最新的說,A股說,總比出定向國準 我也是那句,你夾了那麼多日,等它倒下來 大陸覺得不太對勞,你才拿必殺技出來 你沒理由必殺技這麼早出的,你明白我說嗎? 所以,你會見到,美股昨晚下降得那麼厲害 某程度上,影響到A股都開始倒下來 美股倒下,A股倒下,說股就不用說話 今天,期指來計,收市價增加了五百多點 增加了兩萬六千點的位置,曾經 收市價增加在二萬六千一百七十點,即大約二萬六千二 最低到二萬五千九百多點,下期指,對穿二萬六 如果你有印象,我星期一跟大家做節目時有說過的情況 我今個禮拜,我自己預算的位置,都是預算大約二萬六至二萬七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我講過的情況就是,我會密切留意著緊深波幅 如果恒真指數波幅指數,升至二十四樓上,即是VHSI 市市短期內接近見底,可以買一些實物股票 實物,Shortput2318和阿里巴巴等價期權,Short四月 判斷它什麼呢?後期印象最高的時候,一定是高的 Shortput 判斷它短期,又要抵押底,你預算接實貨 基本上是在星期三左右,印象波幅就升到二十四樓上 那時候,根據策略,判斷實物的Shortput 判斷阿里巴巴和二三百,判斷完之後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誰知判斷完之後,轉過頭三十四,即是昨天 市場就突然間夾到二十六千八樓上 你記不記得我指的範圍是二十六至二十七 如果你想做淡,就當然想保持大約二十七,甚至以上做淡 但是你二十六附近這些位置,你撈了Shortput 你的市場,夾到二十六千八樓上 接近我二十七的上限區間,現在你就做淡 你本身有好倉在手,在那些位置 我當然是怎樣都好,買一些價外Long Put 不是說進攻,是對沖倉底好倉的風險 所以在期間夾到二十六千八樓上 我不是主動做淡 我是Long Put 對沖倉底的風險,價外極權 我有做的,這裏 怎料昨晚美股又想得那麼厲害 跟著美股想得那麼厲害 A股又想下來,拖累廣股 今天列很多一開,嘩,倒下去兩萬六千點樓下 不怕,因為之前做Shortput 都是Short10萬的股票 二樓我又做對沖 我當你沒有做對沖 Shortput10萬股票 即是你預了有錢的情況 等於接貨,你不是玩槓桿 我記得我很強調,重點是不要用槓桿 你是不怕捱的 你是不怕捱的 因為你還要收到期權金 所以就算你接貨你的成本 相對性來說是低的 OK 這樣倒下去 跟著怎樣呢 隱身波幅 嘩,你看到隱身波幅 最新的今天 最高夾到三十二點幾 上一次一百年的市建頂 十二建頂 隱身波幅最厲害 都是去到三十度 今天的市最高夾到三十度 最高夾到三十度 再加上 我講的 波幅區間 大約兩萬六至兩萬七 這樣 今天堆穿兩萬六千點 這些樓下 堆穿兩萬六千點 這些樓下 我覺得呢 在香港的市 我不是說美國 我講香港 要再一步明顯向下 插得很厲害的空間 感覺上 起碼彈了一轉線再插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去到兩萬六千點 樓下這些樓下 我覺得隱身波幅 最重要的一個波幅 是隱身波幅 難得夾到這麼高 我覺得 你用小小槓桿 玩一下縮波幅 抵博的 所以在那些位置 基本上 就縮波幅了 四月份 架外一千四百點 的恆子期權 去博一博 四月份 大佬 還要架外一千四百點 的期權 你博隱身波幅 很高 你要記住重點 重點 是希望隱身波幅 博它收縮 而希望市場 就算它不升 我縮價一千四百點 在市場 短時間之內 捱得住的情況下 隱身波幅收縮 我是這麼簡單 難得隱身波幅升得這麼高 只要捱得住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捱得住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你收縮波幅 你不要收縮那麼近 說真的 在現在這樣的市場 動作一天 跌幅是六七八點 其實我覺得收縮波幅 1400點 也算是近 但是我進取 第二 我都說明 我是說用少去槓桿 所以 我計算產品的價值 我預算得多 例如期指 我當你二萬六 你就是二萬六千五點乘五十 就是一張大期的價值 小期的就是十元點 二萬六千乘十 就是那個小期的價值 我預算這個數 至少預算大約是15%至20%的錢 至少預算是二十個錢 去做首的動作 跟著 去賺下來 難得這樣賺 我就賺了 最後 跟著的市場 是夾一點點 上來上到二萬六千二 上一萬六千二的話 如果它夾得多一點點 又是這個問題 通常市場 這麼弱一點點 上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反彈 我就算不主動去做淡也好 它夾得多一點點 因為我賺得 因為我賺得 賺過 賺過賺過 用信心報復高的位縮 過時打彈 引心報復收縮了一點點 我怎麽都 買回一路口給自行 作對沖自己的風險 就是策略類似是這樣 有出色 upright intuition 那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剛才我提過 說 那個城市 你 guidance 放年華 好 之后就算跌,也不会跌得很多,怎样都会弹一点才会再跌 但不对路的话,一定要做浪潑对冲,什么是不对路呢? 譬如以今天的市场,今天市的低位25,923点,这个低位是对清了2月初,那个低位26,025点 如果短时间之内,但收市价收回2月3日26,025点,这个低位以上的收市价 证明某程度上,简单地说,26,000点是有些防守力,反复增持 估值相对性来说,26,000点以下就开始渐渐吸引 但是,如果短时间里面,即是说未来2、3天,即是说下个星期,1、2、3那样的日子 三天之内,如果再跌穿25,923点,又跌穿到头2、3分钟低位呢? 就算你收市价收的情况下,我怎样都会买一些两个星期到期的 去对决定自己的风险,类似是这样的策略 因为怕自己看错,我都会咬的,对不对? 至于疫情来说,现在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说它是确散到世界各地,而当随着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 越难收科,因为最麻烦的就是说那些人本身是在带菌的 其实你不知道的,而在带菌的情况下来说 它没有染病的迹象,它可以在街上周围传染其他人 所以你要控制这个疫情来说,难度是高的 你又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带菌者? 它是个人周围走来走去,那世界来说,譬如香港 你暂时当它不让中国的人进来香港 那其他那些国家呢?你能拨打多少个国家? 你拨打多少个国家? 因为你世界是这样的,它一直这样的确散开去 所以你这样走来走去那些友仔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现在看上去呢,都首尾几长 除非它去到最尾真的有一个叫疫苗 这样的情况才可以彻底根治 否则都挺烦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老实说一句,香港的市场 刚才所说的,两万六千点以下 估值占吸引 开始可以慢慢地去逐步吸纳 但是你的关键是杠杆 你不要用杠杆用得太多 因为现在在说手,如何防守 如果一下子你用杠杆太厉害了 你很难守 但是两万六千点以下,我刚才说 感觉上是下跌空间有限 但是下跌空间有限 我都怕它突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 突然间一刻杀瘡杀得很厉害 所以一定要防守能力很重要 第二呢,就是说呢 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呢 刚才说的,手尾都挺长 所以短时间来说 你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升幅呢 感觉上又不觉 即是商量升空间相对性来说 有限 短时间来说 都是升下,升少少 Long put对仓 跌少少,跌得急 而引心不复又抽得上来 好像今天这些情况 弹到那么高呢 吸引的时候呢 又short put一下 类似是这样 但是short put再强调多一次 是防守力 你要预个按针 我永远教人做short put低的 不更加是所按针 更加是所按针 你死定 死定 你自己要预送很多去开short put ok 那今天最主要和大家说这么多 那来到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 三月份再见大家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